刘德华在娱乐圈的地位很高,出道几十年意志很红,在唱歌和演戏方面都非常出色,甚至拿过不少大奖。 事业上很成功的他,却一直保持着一颗善良慈善的心,很多明星都愿意跟他做朋友,是出了名的好人员。 明星跟普通人一样,人生不一定一帆风顺,但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位努力的人,像很多大明星在成为一线巨星之前,都经历过很多磨难,如今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得到无数观众的认可。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影后,曾是刘德华恩人,在华仔骆拓时,他拿出四千万帮他还债,晚年被儿女拜光家产,如今七十三岁无细可拍华仔养他。 说到叶德贤这个名字,估计很多人没什么印象,但要说刘德华干妈,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熟悉的他。 作为娱乐圈的金牌绿叶,叶德贤曾在影坛也是红极一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实力演员,跟很多大咖都有合作过,其中李连杰,红金宝,刘德华,周星石,都是曾经影坛的风云人物。 能在这些大明星身边发光发热,可见他的演技有多厉害,从影四十多年,给观众带来很多经典作品,从《两小无知》到《陶学威龙》,再到《陶姐》,他也是娱乐圈少有从演配角,最后拿到影后的女星。 虽然起点不高,但一生成就满满,而他之所以这么受观众喜爱,除了演技厉害以外,人品也是非常的好。 当年刘德华因为投资电影失败,不仅亏了所有积蓄,最后还欠下四千万的债务,就当华仔骆驼为钱发愁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愿意帮他,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而这时候叶德贤对华仔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帮他还清了四千万,还利用自己人脉和资源帮他,最后让华仔东山再起成为一代影帝。 为了感谢对他的恩情,后来华仔专门用《陶姐》这部电影《盆他》,而正是这部剧让六十四岁的他获得了影后,虽然以深传的盆满钵满,但晚年的叶德贤贝儿女拜光家产,再加上年龄打了无戏可言,生活过得非常骆驼,好在华仔知道他的遭遇后, 不仅为他提供帮助,还对他说我,我养你,可以看出华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虽然是干儿子,但却比亲生的还轻,对此你怎么看呢? 得意双亲 李连杰帮女儿问刘德华要签名,刘德华一个举动让李连杰感激不已 提起刘德华在1982年以全优成基毕业于TVB议讯班签约出道,彭年平,烈鹰,走红,后来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并称四大天王,出道多年的他在娱乐圈中备受尊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演技和唱功,更多的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提起刘德华,在他的传奇一生中有很多的标签,其中包括四大天王,老魔全民情人,老好人等 但是无论哪个标签无疑都是赞美刘德华在圈中的成就和人品,而刘德华也是少有的从出道红到至今的明星之一 出道四十多年,依然活跃在大家的视线中,而他之所以成功,不光是因为他努力多于常人,最主要的是他在圈内的好人员和好人品帮助了身边很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圈内很多人都曾因为得到刘德华的帮助才有了今日的成就 其中包括林家栋、宁浩、黄博等多个一线大咖 而最感激刘德华的还有张卫健,在早年张卫健事业低谷时,乃至愉快要沦落到破产的地步 所有人都对他必而远之,没有人愿意帮他 而这个时候唯一帮助他渡过难关的就是刘德华 那时的刘德华给了他一张支票,让他自己填数额 同时还送来张卫健一句话,学到就要教人,赚到就要给人 这句话让张卫健终身难忘 不过对比这些曾经骆驼过的明星 还有一位一出道就是巨星的演员也曾因为刘德华一个举动感激刘德华一辈子 这位就是李连杰 其实要说到影视圈的地位,李连杰甚至还高于刘德华 而两人出道几十年也只合作过一部作品 那就是《投名状》 因为此篇两人才有了交集 并且一见如故,成为了一对好兄弟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 李连杰的小女儿的偶像却是刘德华 在父亲与刘德华合作时 女儿就拜托父亲李连杰向刘德华要一张签名照 而同样作为巨星的李连杰为了女儿 只能拉下面子向刘德华索要了一张签名 而刘德华得知 二话不说的就送了一张签名照 而这件事并没有到此为止 当刘德华得知李连杰的女儿喜欢自己时 更是在自己的演唱会邀请了李连杰的这位女儿上台同演 这一举动让李连杰十分的有面子又感动 而李连杰的女儿在刘德华的舞台上与华仔共舞 跳得也非常的出彩 不得不说 既成全了李连杰女儿的心愿 又增大了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形象 刘德华这一举动可谓是非常的智慧 这也是为何刘德华能在圈内红到至今的原因吧 字幕志愿者 李连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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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